在欧美股市 美国经济数据的利多加上联准会主席叶伦 周五就要发表演说 他鸽拍立场的预期也推升了股市气氛 美股周四上涨 标普500 连续第四天走高 并且创新收盘高点 而倒球指数是再度的收复17000点大关 那么在欧洲 虽然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但股市仍然是上涨的 详细数据我们带来看欧美股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